这个东西久了 从青龙年间到现在有280多年的历史了 我是第十代传承人 也是实现的唯一的废物质工压遗产 我是中国国家的培认大使 著名相声演员江坤 他在20多年前 专门从北京开始来到江苏的肃迁 楚八王向宇的故乡来吃一个猪头肉 叫黄狗猪头肉 有这么一句话 说到北京必须吃烤鸭 到肃迁必须得吃黄狗猪头肉 不是狗肉和猪头肉 就是单纯的猪头肉 做饭的厨师 他名字叫黄狗 所以叫黄狗猪头肉 咱们今天也去尝一尝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据说这家店已经开了两三百年了 从乾隆年间开到现在 兄弟们我们到了 当地最出名的黄狗猪头肉 很大一家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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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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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看看好多的合影 我国党政府领导人曾经也光顾这个店并且赞不绝口 大一哥朱志文也来这个店吃过赞不绝口 哦 江坤 这是老板跟江坤先生的合影 老板点一份这个表准份的煮头了 黄瓜萝卜条 冰草 两个清凉爽口的 这是数千当地的特色菜 叫干扁露豆鳍 其实呢就是露豆饼 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菜 软豆干丝 在外地的话很少吃到这么正宗的 这是本店的一个特色菜 小葱豆腐包 这道菜据说是获过奖的 重头戏还是这一盆红烧猪头肉啊 他们家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一道经典名菜 获奖无数啊 而且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好 咱们开吃 吃 好 咱们开吃 本店的一盆红烧猪头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无纵约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曾让你遍体恋伤 等待 走在勇往前的路上 等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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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多少孤独的夜晚 等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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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 大海 这笑容温暖 纯真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醒来 让我们盖了这杯酒 好男儿胸怀像大海 经历了人生白胎 时间的冷暖 这笑容温暖 纯真 不消 阿玟 aden ある